在这个视频中,您将学到如何在短途或者中长距离远足的旅行中进行正确的进食。 虽然几个小时的远足不需要向马拉松准备那么多,但是营养的补充在远足中同样十分重要。 这个视频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,早餐、远足时进餐以及晚上进餐。 首先,早餐尽可能要吃得多一些,优先选择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加工过的多糖食物。 新鲜的水果、干果或者坚果都是完美的选择,避免食用焦糖或者巧克力骨乌棒、糖果这些食物,因为它们不能持续地为身体提供能量。 第二,在远足中进食,这里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原则,少量、多次、缓慢。 确保您在远足时携带了足量、轻便的午餐,一个三明治或者夹着瘦肉的沙拉就是完美的选择。 严格来说,远足的困难越高,越建议远足者需要常吃零食,并且午餐要吃饱。 我们也建议您多食用干果和水果作为零食,它们会为您提供容易被身体消化的糖分。 避免食用过甜的食物,因为它不能为您的身体提供营养,甚至还会让您感觉到口渴。 第三,晚餐。 晚餐是让您补充体力和能量的,因此晚餐应该最为丰富,要富含易消化的糖分和足够的水。 避免吃太油腻的菜肴,相反,应该吃一些碳水化合物,如面食、米饭或者土豆。 这些食物更容易消化,还可以与瘦肉、蔬菜、水果搭配。 总结一下,在远足时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。 早餐要吃饱,在远足时要少量定时吃一些零食。 晚餐时尽量吃以补充体力和能力为主的食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